KPAP命原料颜色强雅鞍呈现一体状,藏在绿水器绿芯中走私来台被捡紧破获。 记者张瑞瑜摄影分享以诚信男子为首的贩毒走私集团共四人向中国大陆购买70公斤。 KPAP命原料颜色强雅鞍夹藏在绿水器绿芯以货贵走私来台,市价于4550万元。 宜兰地检署左领军台记者会宣布破案,这也是宜兰陷警方史上查获最大量的毒品走私案。 这次动员三个地检署,两个警分局和基隆航调战、基隆关等多单位的弃毒行动才瓦解此跨国运毒组织。 一年两个月前,宜兰陷警局罗东分局透过通讯监控或支一批毒品将从大陆走私来台,嫌犯警觉性高。 通讯软体中绝口不提走私细节,为掌握情资搜证人员一度从宜兰追到金门。 受刑于两岸关系,搜证人员只能达金门,警方上月获知货物近期可能抵达台湾,决定收网。 本月五日基隆航调储,财政部官务署基隆关率先在货柜中查扣。 第四级毒品原料颜色强压安约70公斤。 8日午时余民检警调兵分多路南下高平地区,敲装成物流公司人员,顺利查契以诚信犯贤为首的走私毒品集团成员共私人到案。 罗东分局侦查所中党员说,跟搜过程监新又因嫌犯在通讯中之字不提走私, 一度让专案小组怀疑情资有误,最终才将嫌犯追忌到案。 呈现液态黑色的颜色强压安是K他命原料,这次查获70公斤可结晶成K他命约重41公斤, 供120万人其实,市价于4550万元。 毒品夹藏在滤水器滤清中,外头以不支部汗木板包裹眼人耳目, 每一个滤水器中都包藏毒品。 基隆关机和王承德说,滤水器沉管状放在纸盒中会有空隙, 海关都会检查,但他多一个动作,拆解滤水器, 里头出现木板,让他发现一状。 第一次见到以液态原料形态出现的K他命, 一开始还以为是拿来测试我们的化验后才知道查获第四级毒品。 至于金主和毒品用途,检警仍持续追查中。